中国面膜市场规模从2014年的108.2亿元增长至2018年的248.6亿元,年负荷增长率达到23.1% 2021年中国面膜市场规模约为451.8亿元,年增长率为40.75% 根据2021年中国面膜行业全景图谱,预计2023到2028年中国面膜行业市场规模将达约1000亿元人民币 随着面膜的使用量增加,面膜包装的消耗量也随之增加 面膜包装可以保护面膜免受外界环境的污染、损害等 膜带包装是最常见的面膜包装类型之一,它可以保持面膜的新鲜度,并且易于携带和使用 膜带包装通常由铝素复合制成,铝素复合包装指的是由一层铝箔和多层塑料薄膜组成的复合结构 具有多种优点,如防潮、防氧化、轻便、耐腐蚀等,但是它有一个缺点,那就是难以回收和再利用 因为它通常是多层复合材料,包括塑料和铝层,这使得分离和回收变得复杂 不利于包装的绿色可持续性发展 针对面膜包装的污染问题,浙江波夏提出了FreeGreen薄膜与铝复合的可降解面膜包装方案 FreeGreen薄膜是浙江波夏所研发的系列生物机功能性薄膜 其中FL013薄膜可与铝箔复合,制成面膜包装袋 FL013本身具有优秀的热风性,加上铝具有出色的防潮和气体屏障性能 可以有效保护内部的面膜产品免受水分、氧气和其他外部污染物的影响,且不漏液、抗挤压 在满足面膜保质期需求的基础上,还能支持印刷 FL013与铝复合是一种可持续的面膜包装方案选择 将环保性与产品功能性相结合 适合品牌追求可持续发展和高品质包装的需求 此外,浙江波夏也正在研发全新的化妆品包装方案 将使用FL012高阻隔薄膜来替代铝箔复合膜 随着越来越多美妆大品牌开始重视其包装的绿色化 倡导可持续的产品及包装概念 各国消费者们越来越清晰、减速的重要性 例如欧莱德创新了 LDPE单一材质,可回收在利用的面膜包装 它不仅能够保证面膜的品质和效果 还能减少对环境的污染 是一种符合绿色里面的创新产品 只有通过大家的共同努力 才能实现减少塑料包装废弃造成的污染 保护环境和推动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用心呵护皮肤的同时 也别忘记用责任与爱守护地球 关注周江波下 了解生物降解材料的更多前沿应用